接下來這個章節呢 我們來繼續跟各位介紹 有關我們的副本式武器的一個最後的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就是呢 你能夠提供下一個的一個副本 那當然這個副本的提供是怎麼樣 是從第一台S1是主要的 主要的 你可以看到就好 那它的副本是什麼意思 是S2 對不對 所以第二台是S2 在這裡 所以這一個呢 是不是副本 反正是一個副本 那這一個副本呢 你可不可以再備份一個副本 是可以的 所以說呢 這裡已經備份到它這裡來了 S1已經備份到S2了 那S2呢 當然你說你要再備份 就是等於什麼 再做個隨身點 再call對不對 那現在呢 我們如果要讓它線上能夠很快的開機起來 你就可以這個副本再移到下一個 所以這個來講 這台機器可以不用再好一點 可以再差一點 對不對 因為你可能機器越來越重要的 你就多做一個副本 這裡有十台 這裡有五台 這五台再折兩台 最重要的一到第三個副本 這是最重要的 那你能夠很快讓它還原的 就是你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做這些事情就是說呢 當機器 私底機壞掉 你能夠很快讓你的 最重要的機器能夠開機起來 最短的時間 能夠開機起來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可以針對我們的S2 當主要的 在S3當副本 所以我們來去做S3做設定 我們前面都做過了 所以說呢 現在只是換了機器 來 副本 所以呢 現在的角色變的時候呢 是變什麼 變成我們要選的 主要的機器是誰 新增 我們的主要機器是 你這邊打呢 就是要把字打對 那我可以呢 開我們的電腦 這邊打一下 看一下 A00-S2A00WDA.COM.TW 好 確定一下這個字沒有問題 好 這個路徑一樣 它要放在它位置裡面的什麼地方 自己呢 自己要找一個地方來放 當然 我們都是不建議放在西草的 知道吧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是在練習 所以只有一個西池的機器 一般我們都會放在D草 知道吧 好 那位置裡面呢 我把這一個省除掉 就是放在我們的HyperWid 底下 好 OK 這樣呢 設定完之後呢 沒有問題 檢查OK 確定 好 然後呢 按套用 好 它就告訴你要注意一下 防禍牆的地方 好 確定 那我們要去設定我們的防禍牆 好 允許應用程式聯絡 好 這個地方打個勾 很確定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好 那完成的時候呢 我們要去做什麼事情 針對我們的這台機器 這台有沒有 這一個S1 對不對 按右鍵 它是不是有個負寫 然後這一個呢 跟前面的有一個不一樣 有沒有看到 這裡都有一個叫延伸負寫 有沒有看到 第一個我們要做負寫是按右鍵 有一個是什麼 負寫對不對 一開始是啟用負寫 對不對 啟用負寫裡面它沒有延伸 所以它提供的是第二台延伸下去 並不是第一台 知道吧 好 所以第一台已經做了 就不能再給第二台 它就已經做到這邊 你另外一顆可以給別一台都沒有關係 另外一個虛擬機器可以給別一台 這樣懂的是嗎 但是這一個SS1不可以再給別一台 因為已經給我們的S2了 給這一台了 知道吧 它部分是針對虛擬機器來做 知道嗎 所以說你這有五個虛擬機 這個SS1給S2 SS2給S3 多不可以 都可以 知道吧 你可以分開 但是不是針對一台機器來做 好 那第二台的S2按右鍵 有一個延伸負寫 好 這個動作跟前面的是一樣的 選擇我們的第三台S3確定 好 我們現在回到剛剛前面呢 我有講的一個地方叫什麼 我們的這一個EMS對不對 重新整理一下 剛剛這S3是不是加進來了 我裡面沒有 剛剛沒有去拖架過對不對 一進到底 好 然後找到S3之後呢 按確定 好 下一步 一樣要很快的時間跳進來對不對 好 一樣五分鐘 好 完成 好 這邊有沒有看到 它就已經開起來 然後你可以看到呢 這邊有沒有正在接收 這邊正在什麼 初始化 對不對 在傳送 好 這樣大概就完成 那接下來的步驟你要是容錯那些動作對不對 那個就是什麼 要一步一步來 這台沒有壞掉 對不對 第二台不能開 第二台沒有壞掉 這台不能開 這台不能開 要回來的時候要去做 因為只要單向過來就可以了 但有需要反向回去的時候 要做事情再來做 那讓你計畫的容錯移轉 你要計畫的時候再來做 對不對 好 等到跑完 46% 這樣就完成了 等一下我們兩台機器關機 這台來開機 好 你就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我再給各位看一下這邊的副本 主要副本對不對 S1 S2 這一台機器的 有沒有 它的副寫的標籤裡面 S2是主要 S3是副本 好 我等它跑完再繼續 好 完成了 完成之後就可以看到 這一台機器就完成了 訊息就不見了 就跟它副本伺服器 副寫以啟用正常有沒有 它是4點26分 這邊傳過來的 這邊同步是跟誰 跟上一個對不對 是不是4點26分03秒 跟下一個 跟延伸的下一個 對不對 但是上面的 有沒有 它跟這個 也是260分03秒 然後它重複過來 OK 好 所以它是一層一層這樣 重複過來 所以說你看中間的這一個 中間這台機器 它多了一個功能 就是延伸 多了一個延伸 這樣子好不好 現在的測試方法是什麼 這台要測試什麼 按右鍵 是不是有一個測試的容錯移轉 對不對 看看是不是可以開機 就這樣 但是它並沒有開機 沒有真正網路開起來 它是copy了一份下來 對不對 測試在這裡 這上面沒有開機 按右鍵啟動起來 按右鍵連線 來看一下 這台機器測試有沒有問題 這個呢 你要把前面 如果你記得的時候 你就知道了 至少到這個部分 你要去測試一下 沒有問題 那你就可以安心的睡覺 稍微安心一點 好 這邊呢 能夠開機起來就OK了 好 那我們延伸的部分呢 就介紹到這邊 那我再把這一個 有沒有 按上面這裡 按右鍵 然後呢 停止測試容錯移轉 然後結束掉 好 這樣呢 才會把複製的那個 虛擬機器 關掉 再恢復到關機的狀態 然後呢 等待接收 等待接收的狀態 那這樣我們就有三台機器 那三台機器 因為這台機器很重要 我們才要用三台 就是網路上的哏一樣 講三次 一樣的意思 好 那我們這個部分就介紹到這邊